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事慈善 发展文化事业等等 中国古代的四产问题 最大的四产不是现金流 而是土地与房产等固定资产 这些四产通过 通常来自皇帝的赏赐与捐赠 在通过租赁等方式进行增值 送严以后 四院的财产进入了工商与金融活动 明代四产突出土地占有 引起世俗人的际遇 为晚清的庙产之争埋下种子 为了保护庙产 佛教界自发团结起来 与政府抗争 成立中国佛教会 开办佛学院 创办佛教宣传阵地 提倡人身佛教与人间佛教管理 今代中国佛教开始走上复兴之道 那这些由来 今晚且听嘉宾与我们分析 现在我们先请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主任 陈建皇教授来介绍嘉宾 有请陈教授 谢谢 谢谢我们主持人 Yvonne 那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 黄夏年教授来担任我们的演讲嘉宾 我们对黄教授 大家也都知道是我们佛教学者的前辈 那么今天他能够拨荣来为我们做讲演 这个佛教市场跟中国社会 让我们的中心增添了无限光彩 那么黄教授的圣名 我想大家也都很清楚以及他的学术成绩 其实也不需要我多做介绍 因为大家对于这位大家的认识 我想也是耳熟能详 那么我想讲的是说早年我在香港求学的时候 我记得我拜读了他主编的这个佛教三百题 然后禅宗三百题 以及这个中外佛教人物论等等这一些著作 那么这个在早期我们这个花人世界研究 我们汉传佛教不多的情况之下 这个能够做出整理 成为一个好用的工具书 其实也真的不多 那么当时作为学生的我 就研读这三百题的这方面的著作 可以就很快地抓到 这个佛教的某些议题的问题点 后来我就博士读完 然后回到台湾去教书 那也需要出考卷 就参考这个三百题的著作等等 也是很好的试题范本 那么以前我们连佛教词典都不容易取得 这个像这样会编的书籍 不但让我们这些初学者有入门之境 而且也可以很快速地掌握到这个问题的意识 那么此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黄教授主编负责整理影印 这个出版一系列的民国佛教期刊 文献集成 我想这个知道我们研究近代 近现代佛教的学者都清楚 总共有三百多卷 这个作为我们近现代佛教研究 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这个史料来源 那么促进了我们近现代佛教的学术研究 那么可以说实在是绝功甚为 那么我们今晚黄教授给我们讲的这个演讲内容 佛教市场跟中国社会 他将要告诉我们有关佛教庙产的来源等等 包括中国佛教这个庙产的产生 宋元佛教庙产的发展 乃至到了明清佛教庙产的冲突等等 那么以时间续来介绍这个庙产的种种问题 内容非常的丰富 尤其对于近代庙产心血的问题 这个来龙去脉 做出了这个交代跟反省 那么今天来听讲座的依照我们 我们去查了这个报名的系统 我们知道今天来的听众有很多也是学者 尤其是年轻学者也很多 马上讲座一开始还没还没进入 大家都已经300多人已经进来的 所以我们大家一直很希望 聆听这个黄教授的讲演 所以我们现在就以最虔诚的心 来欢迎我们黄教授 我们有请黄教授 你好听见了吧可以听见吗 可以可以声音很清楚 谢谢黄老师谢谢 谢谢这个主持人 谢谢陈教授的 刚才陈教授的 就是介绍了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他呢把我说的也是太太好了点 其实我没有那么好的 因为我毕竟来说 我还是在这个方面是 始终在不断攀登的一个人 就是行者 从佛教话讲我还是个行者 那么这么多年来呢 因为做佛教可能接触了一些资料啊 或者搞了一些领域的 我自己呢也知道的 也可能还有很多不足的 但今天这个陈教授叫我来讲这个问题的 讲这个佛教管理 当时我就给了几个题目的 几个题目 他觉得这个题目佛教市场与中国社会 这个题目还是不错的 那么这个文章呢 我也写出来 曾经是在一本书里面作为序 放在里面的人 所以对这个问题 我有一些初步的研究的 那么今天呢 想通过这个 这个就是机会的 向大家做一个汇报的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一会儿你们可以提出来的 我反正尽可能的给大家解答的 那下面呢 我就来谈一谈我这个文章的 关于我这篇文章的内容的 我想首先呢 我得提及一下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在2022年4月6日的时候的 网上曾经有过一篇一个消息 震动了大家的 这是一个什么消息呢 对不起 黄老师我要打个岔 您是不是要分享PPT啊 PPT 你要分享画面是不是 我记得你好像说 有准备一个PPT 对对对 是共享屏幕的 对对 在这里 不好意思我忘了的 是好 这个呢 那么 这个 当时在这个 4月6日的时候的 在我们河南郑州的 曾经以挂牌的方式 出让了一块 一块商务用地 那这个商务用地呢 网上写的是 由河南铁松 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花了4.52亿 把这块地给拍卖下来了 后来经过这个天眼 叫做天眼查 这么一个网站 一个信息网站 他就发现了 发现这个 这个叫做铁松 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是少林寺 对 这个背后是少林寺 那就显示了说 这个少林寺 出面 参与的这个房地产 这个的 那么这个消息 出来以后 立即引起了 网上的 很多不同的看法的 那很多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认为呢 就是说 有的人认为这个 少林寺 要开始进军 这个房地产了 那么以清规 戒律为建事之本 你慈悲为怀 救苦救难的 这个佛教 那进军房地产 是合适吗 也有人说 作为民众 寻求心灵 寄托的地方的 那现在 是用这个 参与的商业 商业地产的 那这个呢 是不是也属于 这个就是 叫做佛教的商业化呢 等等的 所以 看来这个佛教的 这个 佛教的市场 因为这个土地嘛 是佛教的市场的 所以佛教的市场 来讲的 确实的 引起一些争议的 有起了这么大的反应的 所以佛教市场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的 但是我们现在 严格的说 是研究的不多的 那研究不多的原因 就是 一个是资料 不是特别的多 第二个的 我觉得的 还有些 有些信息 可能不大 我自己感觉吧 我从事佛教 这几十年来 很少看到 寺院里面 有关寺院里面 从古到今的 各种有关 经济方面的 资料 是不多的 所以 这两个原因 造成了 关于佛教市场的 这种讨论的 不是多的人 所以我今天 就先拿少林寺 作为一个 切入点 来给大家 向大家汇报一下 关于佛教的市场 对这个情况的 那么第一 佛教的市场 其实也就是庙产 说穿的话 它就是寺院的财产 那佛教的市场呢 在佛教界里面 它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它是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叫做 叫做生物 生人的生 物质的物 生物 另一部分呢 叫做生家物 前一个生物是什么 生物就是 出家人的财物 叫做私人财产 叫做生物 它呢 是由四种组成的 四种情况 组成了这个 出家人私人的财产 一个是常住的 第二个是十方常住 第三个是 现前常住 第四个是 十方 现前常住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常住就是指的 住在常时 常时期住在这个 庙里面的 这个生人叫做常住人 因为用佛教来讲 佛教认为 这个常住的东西 是不可丝毫侵犯 这个是这样的 它很重要 所以说这个 生家生物呢 生人的财物呢 是属于生人 自己的财物 叫做常住的 那么从 身家物 身家物指的 寺院的公共财物 寺院的公共财物呢 它也有四种 第一种是 就是田团 竹木菜国 还有仆人 家畜 米脉 这一种东西的 这个是第一种的 这个呢 按照佛教的说法 这个 这些财物呢 只允许大家 享受 不能丝毫 私人占有 第二个 身家物 就是寺院的财物 是什么呢 就是 寺院 供给 生人的饮食 像这些东西呢 也属于公共的财物 第三个就是 就是 叫做 为物 叫做物献钱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把这个财物 把这个物资 东西推到你这个面前的 这也是属于 身家物 就是寺院的公共财物 第四个 第四个就是 亡生的财物 就是已经 去世的僧人 他的 这个 他的财物 他留下的这个 这些东西呢 是属于 寺院的 是属于大家的人 所以 佛教里面来强调 这四种财物 也是不能侵犯的人 如果要侵犯了 这四种财物 那么 你就要受到 这个人 惩罚的 所以 佛教界里边就 经常把这个 寺院的财物 认为 认为就是 寺院的财物 是一厘米 如同大三亚 就是 这个寺院的财产 你这个 像一厘米 你都是不能侵占的人 他是这么一个 关系的 那么 对寺院的这个 出于这个财产来讲 那就是 确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 因为生物是 生人的财物 他是指的 生人的私人财产 身家物 是指的 寺院公共财产 这两者 构成了 市场的整体 关系到 寺院的命运了 那对整个 生团来说 市场 寺院的财产 就是 生家物 市场是 生人最基础的 生活资料 神圣不可侵犯 侵犯的 那么 生物 对生人 生人的私人财物 的重要性 它在于哪 在于就是 十方生物 重如山 就是 生人 生人的生物 它是自己的物品 但是 佛教的 借律 规定的 作为一个 生人 你是不能储存的 长期储存的 这个物 这个财物 的人 因为生团是 公共的 你生前 可以支配 你自己的物品 你 你这个 去世以后 这些物品 就应该拍卖 供其他人 使用 或者是 归到 寺院 这是关于这个 生人的 财物的重要性 和他的支配权 那么 关于这个 就是 市场 是我们讲的 生家物 它的重要性 在于哪 它的 在于 刚才 讲到的 就是说 它是 一厘米 就 寺院里面的 哪怕是 公共财物里面的 一厘米 都像 大三似的 那么重 所以说 这种 这个 寺院的 公共财产 是 就是 于通 一厘米 如同大三亚 说明 寺院的财产 来讲的 只能是 赏债 只能是 还债 你不能的 就是 侵占 那就说 佛教认为 欲望是 人生最大的 敌人 对物质的 追求 也是欲望 之一 对待财产的 市场的 态度 如何处理 市场 对出家人 信仰的 考验 是否公平 和无私的 处理市场 它是 关乎到 佛教的 慧命 关乎到 僧人的 身格的 那么 释迦牟尼 创立 佛教以后 出家 僧人 住在 寺院里边 僧人 住在 寺院里 过着 集体的 生活 吃饭 依靠 脱博 集体 修行 寺院 那么 寺院 在印度的 寺院 它都是由 国王 和 有钱的人 捐赠 或者是由 僧人 自己建的 建造的 居住的 修道场所 在印度 佛经里边 说的 出家人 有五种 情况的 一个就是 春田 所依的 就是你在 住在村庄里边 第二个是 居住 所依的 就是你住的 地方 你所依在 依靠的地方 第三个是 你自己的 所依 第四个是 衣服等 织具的 第五个就是 威易 就这五个地方 就实际上 就把你 这个出家人 的整个 情况 你对生活 实际情况 就表现出来了 也就说 你在这个 寺院里边 因为是 你靠的 这个 春田 靠地方 就是 村里 土地 依靠的 这个 第二个是 靠你所 居住的 地方 或者是 自己 就 你靠了 五种 这种 情况 来依靠 所以呢 生人 依靠他人的 帮助来 生活着 你就不能 聚集 财产了 你就不能 拥有 财产 这是在 印度 这个 所以 在印度 佛教里边 他对 财产的 问题 多次是否定 态度的 他认为 财产是属于 不尽和不如法的 非法之物的 所以在佛经里边 提到了 八种 不干净的财产 这八种 不干净的财产 是哪八种呢 佛经里边 讲的 第一种 是田宅 就是房子 第一种 是田宅 第二种 是种植的 园林 第三种 就是 这个 续集 严肃 就是 你的 跟你生活 吃的 有关系的 什么 这些东西 第四个 就是 奴婢 第五个 就是 养 养牛 养群 这种群树 第六个 就是 长筋银 住筋银的 第七个 就是 筋银床 什么 你的 警被 什么 簪子 像这种 第八个 就是 这个 铜 铁 像这一类的 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 属于 叫做 八不禁物 八不禁物 因为 你要是 对这些东西 追求了 就会 增长 你的贪心 污染 你的 烦心 又得到的 不干净的 结果 所以叫做 不禁 所以这些 不禁的 非法财 会污染 人的心灵 影响 修行 他是这么一个 情况 所以佛教 要求 要求大家 就是 离开 非法财 离开 不禁财 不要去 炼着 这些财 那么 与不禁财 相对应的 就是法财 法就是 佛法的法 法财 远离不禁财 是不让出家人 生起贪心 不生过失 得到法财 那在佛教的 律本里边 还规定了 处理财产的具体规定 比如说 你不能做 耕田的买卖 对 练财者 要进行 惩罚的 比如说 你触犯了 八不禁财 里面 第六条 金钱戒 那这个呢 也要受到 严格的 惩罚的 所以 总之 将财产 视为不禁 就是要人 改变 你的 贪心 让你 不要去 贪心 这是 关于 印度佛教方面 对于财产方面的 分配和配置 以及他的这个 就是认识 这些情况的 那么 前面讲到了 是关于 印度佛教的 下面我们进入 中国佛教 因为印度佛教 现在大家也知道 在印度 实际上就是说 1000年前 印度佛教 逐渐逐渐的 就在消亡的 那现在的 印度佛教的 是在1956年以后 再重新 开始起来的 佛教的 所以 现在的 印度佛教 和古代的 古代的 印度佛教 他们之间 是有差距的 那么 我刚才 讲到的 这个佛教 是在 2000多年前的 甚至是 1000多年前的 印度的 佛教的 当时 在佛经里边 记载的 对这些 佛教的 对这些 财产的 认识 那么 印度已经 1000多年 就没有 佛教了 可以是这样 说 佛教 逐渐 消亡了 但是在 中国 2000年前 的时候 佛教 传入了 中国 佛教 传进 中国 与中国 社会 发生 融合的 中国 佛教 图呢 又根据 中国的 传统 思想 文化 对其 进行了 改造 中国 佛教 寺院 建立 佛寺 寺院 是一个 很重要的 一个很重要的 弘法的 场所 那么 佛教 寺院 在中国 它有几种 情况 我们可以 回顾一下 我这里 想到的 就是 中国 佛教 的 寺院 建立 有 这么一种 几种 第一种 在古代 的 社会 寺院 是由 国家 建立的 这是第一种 你比如朝廷 设施的 这个 寺院 这是第一种 那么第二种 是 是 这个 达官贵人 主要是 黄 这个 黄青 国戚 他们捐赠的 这是 第二种 第三种 是由 这个 有钱人 捐赠的 第四种 是由 出家人 自己去 化园 建立的 还有一种 是很多 这个就是 比较 广泛的 就是由 舍宅为室 就很多人 信佛的人 居室 他最后 把自己的室 自己的家 捐出来 作为寺院 舍宅为室 所以 中国的寺院 古代的寺院 就是 这些人 那么 现在的寺院 可能又增加了 由 公司 有些公司 投资的 这是 现在的寺院 那么 古代的寺院 除了 这个 达官贵人 皇帝贵气的 这个 建立 以外 中国 生人呢 一直就住在 这个寺院里 他们尊奉的 六合精神的 同住在一个寺院 像一个 延然像一个 大家庭一样 各式其职 自我管理 井然有序的生活 那这种体制 到现代 仍然还没有改变 福教寺院 讲的六合精神 是哪六合呢 就是 生和同住 口和无争 义和同略 戒和同修 剑和同解 利和同君人 这个六合 是这 就是指的 佛教寺院内部 僧人之间的 僧人之间 所处理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你比如说 僧和同住 那就是大家都 在一个寺院里面 和系地住在一起 口和无争 大家 僧人之间 不要去 这个争论 争吵 争和同乐 就是我们想到的问题 大家想到的问题 都想到的这个问题 都很感到很愉悦 戒和同修 共同守戒修行 戒和同解 大家都是在一个同样的见解 持有一个同样的见解 利和同君 大家都 这个同时都可以 沾到一定的利 这个利不是指的 金钱的利 主要是指的是 修行方面的利 所以六合精神 是这个寺院里边的 最主要的精神的 也是 是生人之间的 一个的 伦理的 这么一个认识的 那这种体制 到了现在 是仍然没有改变的 那么中国佛教寺院 和印度佛教寺院的 最大的区别 是在哪里的 中国僧人住的寺院 除了过六合生活以外 还要通过自己的劳动 来养活自己的 你比如说 在清规里面讲到 那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的 这么一个 最基本的生活制度 你要通过劳动 来养活自己的 那么寺院的财产呢 它就是通过 生人的劳动 而创造出来的 并通过不同的 分配方式 而解决 这个全市生人的 衣食住行 以及佛教的 有关资金调配 那印度它不是 印度的 印度它是靠着 化缘来生活下来的 所以在印度来讲的 他生人的 他是主要是靠着修行 他不是劳动的 他这点和中国 不大一样的 他不需要 就是自己养活自己 他可以通过 化缘来养活自己 所以这是中印 之间不同的 那么他在财产方面的 分配方面 他也会反映出来的 刚才我在前面 讲到的就是 关于印度 对财产的认识的 那么我们现在 是到中国 在中国来讲的 中国的试验 它也有特点 我们都知道的 现代的公司 或者是现代的 一些试验化的公司 它现金流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现金流断了 这个就做生意 就很难的 但是土地和房地产 这些固定资产 在古代来讲 因为我们古代的 我们都是在一个农业社会 在农业社会里边的 土地和房产 是试验里边最大的 最重要的 这么一些财产的 那么试验 它不是现金流的 因为试验 在很多古代的试验里面 它做生意的不是很多的 它主要是靠着 靠这个土地 比如说靠土地去出租 通过这个电农 把土地出租 租给人家 然后收租 来养活自己 或者还有呢 就是自己种地 一日不住 一日不食的 是靠这些东西来 另外呢 它就是有些捐赠 和租赁的 等这些方式来 不断的进行增值 所以它是这么一个特点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 中国佛教寺院的经济 最早的有关方面资料 是什么呢 是现在在宁波的 厄谊王室 有一块碑 叫做厄谊王室 常铸田碑 这么一块碑 这块碑里 就记载了在南朝 刘宋 元家二年 就公元 四百二十五年 到 梁代的 普通三年 就是梁武帝 时期的 普通三年 公元 五百二十三年 这一百年 期间的 一个 寺院的财产的情况 那这个寺院的财产的情况 就是 它叫做 常铸田碑 常铸田碑的 讲的什么呢 就是讲的这个寺院 这个常铸的 这个田 他们的寺院的 寺院里面的财产 田地 怎样是在 在这个 从这个宋朝到梁朝 这一百年来 他的一个流动的过程 他是讲的这个 那这块碑呢 是唐代人写的 但是呢 他记载的是宋代的 就是南朝 刘宋时代的 那个经济 寺院经济情况的 一般认为 这个就是最早 关于寺院经济 寺院财产 所记录的最早的 这么一块碑文 最早的资料 这是 那么 在这个 在这个朝代 在这个就是南北朝时期 南朝时期的 还有很多的 很值得的注重 注意的这个寺院 关于寺院的财产 你比如说呢 这个广州的光孝市 光孝市 当时的 他的这个财产呢 这个寺院呢 我们都知道 先有 先有光孝 才有阳城的 这个 也就是说光孝市 是广州最早的寺院 光孝市的 这个 他的来源 就是 就是由这个 当时的 一个 一个就是 一个居室 捐的 他把自己的宅 宅院捐出来 作为光孝市的 所以光孝市呢 他是属于 捐赠的寺院的 那么 比如说 还有隋代的国心寺 国心寺呢 他是 他是属于 皇家 给僧人 修建的寺院 这是在 国心寺的 所以 在 尤其是在这个 南朝 这个梁武帝时期的 因为梁武帝 我们知道 他叫做是 他是菩萨国王的 他对佛教 非常虔诚的 他呢 经常是会把自己 给施舍到 这个寺院里边的 说是寺院里边 然后大臣们呢 就去请他 从寺院出来的 那么你要请他到寺院 把他请出来的 那就得捐钱了 对不对 你捐给寺庙里面钱 然后呢 皇帝才能出来的 所以 在梁武帝一生当中的 先后有过六次 就是把自己 舍身到寺院里边 然后 这个寺院的 这个大臣 国家 给了寺院 上亿的财产 然后呢 把他给赎出来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寺院的财产 就是这样来着 然后我们现在讲到 梁武帝舍身的 给这样寺院的财产 就可以 就可以增加寺院的财产的 那么在北方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北朝 你比如说北朝 在这个就是 北魏的时期的 少林寺 少林寺就属于皇家寺院的 就是由北魏的 孝武帝的 然后给他建的寺院的 当然不是给菩提达摩建的 给一个叫做 叫做一个 伐摩的一个僧人建的 所以少林寺 他的开始 他也是属于皇家寺院的 那么另外呢 在北魏时期的 北魏时期的时候是 这个北朝 北朝有几个地方很重要的 一个是 一个是这个就是 现在我们讲的是 安阳 邯郸这一带的 这是一个北方的一个中心的 第二个中心在哪呢 第二个中心是在长安 就是我们讲的 长安洛阳 这是一个中心的 北方是主要是 这两个中心的 佛教的 那么少林寺呢 就属于着洛阳 和这个就是 属于洛阳 就这么一个佛教的 那少林寺 他是由这个 就是国家建设的 就是由朝廷建设的人 给他建的 那么还在长安 你比如说北魏的太武帝 他曾经在长安的寺院里边 发现了很多 这个就是金啊 银啊 这种金器银器人 和包括这个武器 就是什么兵器 于是就 采取了一个灭佛人 北魏的太武帝灭佛人 那这个灭佛里面就是 有这么多金器和银器人 在这里边的 所以当时的寺院 是很富裕的 那这些金器和银器人 他是拿来干 干嘛用的呢 这些金器拿着 就是一些很有钱人 把这个自己的财产 继承在寺院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寺院通过 把这些人的财产 收集起来以后 然后利用这些财产 来发展寺院的经济 发展寺院经济人 所以在古代的在 我们在唐代之前 在隋唐代之前的 寺院的财产 因为记载的不是很多 但是我刚才已经讲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比如说有长柱田碑 那就说寺院的土地 很明显 寺院的土地 被记载到这些碑文上 记载下来的 那么还有像这个梁武帝 他去这个就是通过 通过这个到寺院出家 然后大家把它赎回来 给寺院的财产 让寺院的财产增加了 还有这个就是 你比如说这个光潇市 是属于的 这个舍宅为室的寺院 少林寺是属于 国家拿钱盖的寺院 像这种不同的方式的 那这些寺院都出现以后 它都成了就是市场的 最基础的市场 所以市场是来自于 不同的方式 不是说就是一种方式的 那富饶的这种寺院的 它有了这个市场的以后 它会就会变成这种 金融借贷的关系的 那像这个东西呢 是在以后一会儿 一会儿我一会儿再说的 总之就是说 寺院财产 到了唐代时候 已经引起人们重议了 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了 你比如在这个 晚唐五月的时候 当时人就有人记载 就说现在的寺院里边的 光是这个这个钱 就是百钱抽食 名为同利 什么意思就是 寺院里边已经有这种 就是金融的这种放贷 放贷的现象 那么这种放贷的现象 抽出来以后的 这个名为同利的 就是放你一百 一百块给你 他得抽十块的这个利 所以说这个是分法 是非法的 那佛教界的内部 他可以抽头盈利 说明什么 就说明他是已经开始 从事生意的 所以有人当时已经指出 这个是明显的是一种犯戒的 所以到了唐代的寺院的时候 因为佛教是在中国佛教 唐代是最顶峰时期的 而这个时期的佛教的寺院发展 是发展的是最快的时候的 那么但是呢 这个时候的寺院虽然到了顶峰 他发展寺院寺院很快 但是呢 严格说来着 在这方面的经济 佛教经济的方面 主要是靠社会上的影响 比如说皇帝的这个 由皇帝的这个 赐额呀 赐给赐予你呀 或者是由这种大有钱人的 施舍等等的 是这样来的 那么佛教的市场 他对社会的影响 最大的是宋代开始 就是宋元开始的 在宋代的时候的 经济有很大的发展 宋代的寺院经济有很大的发展 它不仅是土地得到了扩张的 而且现金流也有了增长 你比如说的 在宋代的时候 有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卖度碟 出家人那个度碟 就是出家人的身份证 就是像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度碟就是你的身份证 出家人度碟的 在这个高中 宋高中的时代的 你要买个度碟 你就得花这个十千 就是十千就是一万 就一万块钱的这个钱的 所以当时寺院非常富有 于是政府都要去找寺院借钱的 它是这么一个情况的 所以这个财大弃出的寺院 他一次可以构进上千亩的土地的 曹晴为了这个寺院的经济问题 专门制定政策的 一致出家人数的发展 特别是严格控制土地的扩张的 你比如说宋高中 他后来他就讲 他不放度碟的 因为在宋代的时候 有很多更多的劳动力 都进入了佛教界的 所以他为了损伤农业的生产 他就不放度碟的 但是他不放度碟 他可以劳动力可以 就是控制的 但是呢 他的钱还 就是钱还不够 所以这个 他这种做法 虽然是在土地方面 就在这个土地方面受到了这个限制 劳动力不进入佛教界 那么佛教好像似乎就是说在土地方面被控制 控制了寺院的规模 但是佛教和国家土地由于在争利的 所以他这个国家有意控制佛教界的土地规模的 那么当时就有人就就认为了 就是佛教界自己并没有占占有这个农田 而且我们做的都是新开垢的开垢出来的新的田地的 属于深山和海边没有人去开垢的地方的 那么佛教不是在商农 而是为促进农业生产做出贡献的 而且只是由于劳动力过剩 国家出现了不少无地可耕的贤民 这个贤就是控贤的贤 贤民的 所以这个呢 才是商农的根本原因的 佛教界呢 接纳了贤民 他是帮助政府渡过了难关的 所以这个呢 你把这个贤民的 从这个就是佛教的声团里边 把他赶走 这个呢 是你政权的 这个就是你这个政府的原因的 他是这样的 所以市场的问题到了宋代 他受到了朝廷和社会的更加重视以后 市院不仅拥有土地 还可以吸纳大量的社会资金的 并且是免税免捐 他是这么一个情况 唐代开始规定的 就国家规定寺院叫纳住管理 他凡是寺院都要有定额的 就是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国家规定 你比如在这个唐代 国家规定 市院你只能有一千所 所以这一千所市院呢 他都是由国家来给你规定 你的这个给你 给你就是 给你做了这个规定的 以赤额为准的 所以他叫做有额市院 但是呢 在唐代开始 一直到了宋代 寺院已经是 被人们认为是 认为是一种可以 创造经济 可以取得财政的 这么一个地方的 所以社会上有很多人 出于各种原因 自发的建造一些 就是私自建造一些寺院的 这些寺院叫做什么 叫做无额寺院 就是国家没有认可 你的这种寺院的 但没有认可你的寺院 但你这个寺院是 又存在的 那怎么办呢 所以后来在唐代 晚唐的时候 就国家就规定了 你这个寺院 我除了要承认你 你这个有额 就是我给你的赤额以外 就给你赤了扁 你这个寺院的名字 给你赤了寺院名字 你还是必须达到 一定的规模 一个寺院 最起码你要有 三十间房间的 你没有这个规模 你就不行了 所以到了宋代的时候 在宋英中的时候 曾经 毁过一次天下的寺院 就是无额寺院 就是没有经过朝廷赐过的 没有朝廷赐过认证的寺院 把这些寺院毁掉 但是这个问题 由于寺院 它是可以 就是有财政收入着的 所以很多人建寺院 那怎么办呢 你现在这个无额的寺院 不准建 但是有一条 因为在宋代以后 当时在宋代以后 对于国家的一些工程 建祠堂来作为纪念地 所以很多工程的后代 就建了祠堂 然后把这个祠堂 转成了寺院 然后再通过政府 向政府去要了这个名额 使它逐渐逐渐合法化 成为这个寺院 所以在宋代以后 无额寺院变成有额寺院 就是这样来的 那么这个口子一开 就很多人就打着祭祖的名义 大造寺院了 所以寺院发展的又快又烂了 朝廷 披使朝廷不得不进行专项治理 但是重点 它仍然是在控制寺院的数量 尤其对私人修造的寺院 进行整顿的 那么这是一种情况的 那到了这个就是 这个无额寺院的泛滥 又引起什么 引起市场的争夺 威胁了国家财政的收入的 因为这个 每个后工程的 有工程黄青国旗的后代 都去建立这种叫做功德院 或者叫做冲坟寺 这个坟呢就是纪念的意义 坟寺的这种寺院的 那这种寺院以后 当时就出现了什么 以这个一个寺养一家 而 打着祖宗的名义 建立一个寺院 可以养活一家人的 这个情况的 所以国家的 这个财产呢 就受到了 严重的威胁的 国家的税收 受到损失的 清净的佛教寺院 和这个清净的财务 受到了污染 于是呢 寺院就成为一些人 牟利的工具 所以有人这个强 当时就在强调着 要坚决杜绝这种 施家的这种寺院的 当然佛教界里也对这种 就是这种 这种施家寺院 这做说法呢 也也是非常 这个 非常气愤的 因为宋代 佛教里出现这种种 这种不如意的办法 这种方 这种不如意的情况呢 他除了是贵族和公亲的 破坏之外呢 当然也与那个 佛教内部的 这个堕落有关 你比如说呢 在当时福建 福建里面呢 有的人呢 住了寺院 但是呢 就是把这个寺院的财物 这些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寺院的身家物呢 把这些东西呢 偷出去卖 所以佛教界内部的批评声 是不断的 那就是长老级的人物 是关键的 因为他们是一事之长 掌握了寺院的大权呢 决定了市场分配的方式 那么金钱 可以为佛教做出贡献 他也可像 也可像毒药一样 可以俯视人的心灵呢 这个让人堕落的 所以当时在宋代 对待这个市场的问题呢 是走的是双管齐下的 这么一个情况呢 就是既要解决 公薪贵族对财产的占有 也要解决 佛门内部对权力的滥用 财产支配出现不公的情况 你看当时就有人就指出了 朝廷立法要允许大臣 为祖父及家财 造势企鹅人 建福祖先人 那么同时呢 又要对那些的 就是以祖父这个名义 捐财买山 夺取生邪之地 这种情况呢 这个所谓的这种功德呢 要给予坚决的打击人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呢 侵占寺院利益 将寺院作为鱼肉 这个时候在当时 已经不是新鲜的事情了 全国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的 但是能够做这种事情的人 他不是一般的老百姓 他只能是一些公薪贵族 把占领寺院 占有寺院作为发财的手段 但是这个恶民呢 让佛教界给背了 所以佛教界呼吁要归还寺坛 要还一片亲近的 这是在宋代时候 那么元代的时候啊 佛教这个寺坛呢 他又进了一步 元代的皇帝尊崇佛教的 所以元代皇帝尊崇佛教 有他对寺院的这个财产的 这个支持力度是比宋代还要大 因为宋代主要的矛盾 在佛教的财产 当时在跟国家的矛盾 主要就是在于在这个吴俄寺院 就是一些 没有得到国家承认的一些寺院 抢占了这个就是 抢占了佛教界的利益 也抢占了国家的利益 是这么一个 那到了元代不一样 元代的朝廷 他对佛教就是非常支持的 所以呢元代 这个对寺院的照顾 也是特别多 你比如说元世祖 元世祖他就是 他曾经的自认为的 他说我自有四海 天下寺院田产两岁 就是要进行的 就是给予赎免的 让这个僧女们好安心办到 所以呢他下招文 要天下寺院的山林树木 佛像等等 凡是寺院的财产 一定要好好地保护 而且呢 要求各个地方的政府呢 一定要尊敬僧人 要护持佛法 而且呢寺院如果是有什么 比如寺院的建筑物 除了什么情况 毁了或烧了 一定要去修缮了 所以在元世祖 出的这个制度以后 在整个元代 对佛教都是一个非常的 就是给予非常的这个重视 而且赏赐的非常丰厚的人 尤其是对这种市场 这个免税自然 让寺院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你比如说呢 在这个就是在元世祖的时候 他一次就可以给捐出去土地 给寺院的捐出去土地 有三百多薰的 而且还免征税的 那么在当时整个社会 风气是非常浓的 所以元代的大辱 黄庭坚曾经讲到了的 他说这个沙门法者 不足之声 行企取足人 日中受贡 邻不脱束 这说出家人人 他不去 本来是出家人 你应该是就是 解决这些 这些熟人的这些 生这个就是 思想问题啊 没有他不干这个事 他就是到处去乞讨 乞讨的 其实就是说 主要就是说你 跟这个官家拉关系 所以这个黄庭坚就说他 他说 今夜毁中民 毁中民百家资产而成义乌的 就是说把老百姓的 几百家财产变成了义乌 这义乌就是 就是属于 就是一个寺院 即农夫失口之食 而犯一生人 就是农民的 十家的 十口人的这个犯 这个他的这个粮食 来供一个僧人的 像这种情况的 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呢 这种情况的来讲就是 在元代非常明显的 那么元代是 试院 当然元代的试院 我们的 他一方面 元代是支持试院 给试院的赏资很多 另一方面也对试院 加强了管理 所以在元代 由朝廷专门 重新修订了 百丈清规的 这个里面 在这个清规里面 已经注意到 市场的保护问题的 这个皇帝特别 特地在这个清规前面 前面谈到了 就是说 纳粮就是税粮 这个就是免税的 这些试院的 是属于皇家的试院的 是这个的 属于皇家的试院的 不是一般的试院的 所以说呢 又谈到就说 试院里面的水土园林 人口 这个牲畜 还有脸膜店铺 什么玉堂 山厂 船 船只等这个 任何人不能去夺 你也别去想 这个就是 从这句话里 我们就知道是 元代里面 他不仅是土地 占有很多土地 而且呢 还有商业 你看他有脸墨 店铺 因为过去的 这个就是粮食 专门有那个脸墨的地方 所以他有店铺 还有着 这个玉堂 等等的 玉堂也可能是 寺院也可能是自己的 所以元代 虽然对这个佛教 他赏赐有加的 但是他也看到寺庙的扩张 但是他也看到寺庙的扩张 与市场的增长 对国家财政的威胁 庞大数量的 这个寺院和僧人 给朝廷带来了 不堪的沉重负担的 你说到这个元 至孙年间的 朝廷建了12个寺院 有三 这个 养了3000多个僧人的 所以后来有大臣 就跟皇帝建议的 说这个 要把这3000多个寺人 你给我 给我的淘汰 900多个寺人的 我们养不起那么多寺人 那么多僧人的 那么另一方面 就朝廷的一方面 对寺院进行赏识 另一方面就严格控制 市场的增加的 你比如说 在元代的 这个 在这个 对寺庙的管理当中的 专门有一条 就是 专门由官方来掌握 寺院的财产 有这么一个 一个 一个就是 官位 另外呢 元代还吸取了 这个就是 宋代以来的这种 无额寺院的这种 弊端的 他吸取了这种 弊端 他对一些 采取的 对一些寺院 采取税收的办法 来补充国家的财力的 这个 他是这样的 那么 另外呢 元代的寺院 刚才讲了 元代的寺院 我刚才讲到的 这个呢 他还可以 经商采矿 所以这些东西 他都可以做的 而且这些采矿的 这个税收呢 关于这些采矿的收入呢 都是归于寺院 那个的 所以后来在 元代 在元代 这个 毁了以后 元代完了以后 有一个说法 认为什么 就是 古来的佛教之圣 佛教士之圣 没入元朝 就佛教 从中国佛教传统以后 元朝是最圣的时候的 那么元朝 对政府 对佛教界的 这个 赦赐 就赏赐的 这个费用 就元朝 对佛教界的 这个费用 赏赐的这个费用 超过了 官员的俸禄 和兵赏 就是官员的俸禄 和兵赏 不及元代政府 给佛教界的钱 而且 富有的元代寺院 他的财产 付到什么程度 就是盼望和国庆 都不及 就是 这个 寺院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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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连当时的盼望和国庆 都没有他寺院多的 他是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佛教在元代 他有很大的发展 同时呢 也给国家带来了财政困难了 所以 所以这个 元代 要元代的灭亡 虽说是他自己的人 但是佛教呢 在这方面 也可能是拖了他的后腿的 我们老在说 辽代 是因为辽朝 这个因为佛教的原因 所以辽以佛王 实际上元代呢 他也是走了这个路的 也是因为这个 朝廷的这个 这个财政的 就天下之财为所好 大部分都是被元代的 这个就是 拿来 给了佛教 所以说 元代的这个灭亡呢 他跟佛教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这是学者当时研究的认为 那么我们现在是讲到了元代 下面我讲这个明清佛教的冲突的 那么 宋元 宋元期间的 宋元期间 明清的佛教冲突的 为什么叫做明清 因为宋元时候的 是佛教发展 佛教经济发展的很好 这个人 在经济发展好了 到了明清的时候 佛教开始发生冲突的 明清发展冲突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曾经出家当过和尚 他了解佛教的 所以朱元璋感到元代的这个身 这个身刚不成的 圣意不张的 就佛 感到元代的佛教不行的 于是呢 他广邀高僧 修订制度 编制清规呀 参议著书的 以为天下一循之准则的 同时又设立这个教生制度 将佛教变成了 分成了禅讲律三种 那对寺院经济呢 明代研习了元代的就职了 他设赐寺院田地 专门就是说 把这个给寺院田地 这是延期了元代的这个 出家人的地位呢 他也得到了古固 你比如说 同五十九年代 专门出榜 朝廷专门出榜 就是挂在这个寺庙里边的 要求所有的人 不得清曼佛教 不得这个随意 谩骂僧人 非礼骚扰 非礼骚扰这个僧人的 要吃官司的 国家呢 免费发生道肚蝶的 生道纳米五十 给予肚蝶的 国家一方面是免费 就是放这个生道肚蝶 给你的 同时你生道 你要是要买 也可以 国家也可以卖给你 所以这个 国家的这个宗教政策 他放欢以后 明代的士官呢 就增加了 数目增加了 因为元代 他主要在控制数目方面 所以民间盛行建事 宦官和贵族 建造了不少的寺院 特别是这个京城 在明代的时候 在京城北京的士院的 这个数目积增的 南京呢 这个南京的士院 规模呢 也是很宏大 有的士院 上帝是 这占地是上万猛 有的士院 住了僧人 数千人 但是也有的士院的 是养不过自己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 当时在 我们现在宁波的天同寺 是号称是佛教的祖庭 他在明代的时候 寺院里面住了三千人 这个三千人的 这个规模 那在你想一个 寺院三千人的规模 那这个寺院的经济 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他的土地 怎么也得要有 三千亩土地吧 至少一个人一模土地 是这么一个规格的 而且天同寺 周围 号称在几十 方圆几十里 都是他的 这个 都是他的 这个就是 都是他的范围 虽然朝廷 对士院和僧人 有优待政策 但是在管理上 是非常严格的 士院的土地 实行严格监管 规定了天下僧道的田土 法不许卖 就是法律规定的 不许买 就天下僧道的田土 法不许买 身穷 士穷 常住天土 法不许卖 什么意思 就是 除了这个天下僧道的田土 你法律 你不许 你这个士院 不能去买土地进来 另一方面 你即使士院 你再穷 你这个僧人再穷 士院里的田地 你也不许卖 就是不许买 不许卖 规定了士院的这个规模 给你严格的 给你规定在这里的 所以士院的所有账目 都是由国家来管理的 所以这个是士院 账目是由国家管理的 你比如说 这个在崇祯年间 国家财源枯竭的时候呢 那要通过税收来增加 来调整这个 那在这个税收里边呢 就有的 就是要收士院的财产 是税市产 就是收士院的税的 通过这个收士院的税 来增加国家的收入 那么士院富有的土地 是士院完全靠出租 就可以生活了 租种士院的土地 都是当地的老百姓 所以地主 就是指的士院 士院是地主 地主和店户之间 也会发生矛盾 你比如说 在洪虎十五年 有一个长州人 叫陆恒的人 他租种了这个 士院的土地三千亩 他等于就是 等于承包了 这个士院的土地 三千亩的土地的 但是呢 他不交税 他不交给士院 不给士院 就是不交士院 给交租 所以引起了 这个就是打官司的 最后打到朝廷里面 最后朝廷怎么说呢 就是除了要这个陆恒呢 你必须把税给我补上 而且呢 要全家老小都发配到 发配到这个边远地方 去冲军的 陶廷特地讲到是 以后这家还有这种 这种土霸之人的 那就把这个就是 僧人的田土的 据为己有的 这个要给予严惩的 就是一定要给予严惩的 而且这个是 抢夺 抢夺士院的 这个土地的人的 必须要 这个严惩 那么士院和熟人之间 土地的纠纷呢 出现是在 主要是在明代开始 那明代的 士院 为什么明代的士院 土地纠纷呢 当时在社会上 引起了 很大的反响 这就是因为 因为一方面是土地 人口的增加 土地不够用 对 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 经济的发展 也需要土地的 所以很多人就盯上了 士院 因为这个时候的士院 它属于一个比较弱的 弱势群体的 所以说朝廷 对他们管得很严然 但是士院本身的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他是比较弱的人 那么就会产生 很多纠纷的 这很多纠纷 它会有几种情况 一种就是 抢占 比如说呢 把你这个土地 我强行给你弄过来 这是一种 第二种 是不是 第二种就是 把这个土地 把你这个 比如说我爷爷 捐献的这个 士院土地 曾经捐献过200亩 给这个士院 到了我孙子这一代 不行 我要把这土地要回来 这个也是的 还有一些呢 就是说的 这个 把你这个就是 直接就给你 地界就给你 给你变了 你本来我们俩是 靠着这个山上的 野頤和什么碑 我现在把那块碑 那个地界碑 给他搬走 搬到其他地方去的 总之就是想出各种办法的 来把土地给占了 所以这种 这种办法的 迫使 迫使 市院就是财产 不断地在丢失 人 那么 市院为了保护这些财产 一方面 就是告官 想通过这个官 官府来 来不断的 就是取得知识 另一方面就是说 就是把市院的 这个我这个地产 比如说我是从哪条街 到哪条街 这是我的地势 把这些东西 这些 这些资料 全部刻在石碑上 立碑为证的 他是这样的 那这种东西就是说 就佛教市院就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 就不断的 就是在跟社会上发生的各种这种各种争夺 或者说各种各种斗争吧 所以明代的市院 财产被争夺和侵占的 与他正在处于下坡的佛教形式 有重要关系的 政府滥发肚蝶 出家的僧人数量庞大 但质量低下 很多出家僧人都是游民的 他们进入市院 不是为了信仰 而是为了生成的 另一方面 佛教界呢 在市院经济方面呢 也就是说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 你比如说呢 民间流行这个 就是善过功过博 这什么意思 就是你有功 你做了好事做了错事 每天都给你记录下来的 流行这个的 那市院呢就将这种功过明显标价 你出一百文铜钱的 这个的 然后你出一百文铜钱 你就可以日行一善 日行一善的 如果你要出两百文铜钱的 你要日行的是两善 或者是十善的 就是说把这个 伦理啊 上个伦理 把它折算为金钱 来进行这个的 所以把原本属于道德 领域内的价值判断 则换成金钱来计算的 这是无疑就推动了 佛教商业化的发展 开了这方面的先例子 比如说社会上有一些 有权势的人和富豪 看上了佛教的产业 千方百计的想 给他夺为己有的 地方上也盯着市场 所以在明代开始 明星时候的 就是这个夺市场的运动 开始了 那么土地和森林 是最大的争夺对象的 所以明代的这个 大辱黄中西就曾经说过了 说今天在这个都市 十家里边有九家呢 都是由佛教 和这个乌 就是蛇子的道教的 由佛教和道教在掌控的 你比如说佛教的这个五台山 我们大家都知道五台山的 五台山的僧人 从南北朝开始 就一直在山上 他们在山上经营的 那么在全山的这种茂密的森林 当时在明代的时候 被奸商看中了的 所以他屡屡砍伐不止 奸商就去砍伐的 让佛教界最后感到痛心的 没有办法的 没办法怎么办的 所以只好在告官的 告官的 由官府来下令 这个不准砍伐的 那少林寺也这种地方 少林寺专门有一块碑 就是由这个寺庙立的碑 立的碑的内容就是 就是严禁砍伐这个 寺院的土地 寺院森林的 所以这个寺院的森林土地 被这个就是 被很多人都看着 你还有像广东的南华寺 南华寺在明代的时候 已经是也是 本来是六祖慧能的一个 这个祖庭 他创中的寺院 但是到了明代的时候 南华寺已经不行了 不行到什么情况 就寺院的财产 被熟人都给占了 然后整个寺院里边 就是没有一点佛教的气氛 所以这个僧人 这个寒山德行去了以后 他就是为了恢复南华寺 他在整栋 整对这些寺院 专门整栋寺院的 重新确立清规的 也就是说在明代 朝廷对佛教的管理 是渐渐放松 民间对佛教市场的 这个抢夺的逐渐加强 地方上许多寺院都受到侵占 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的情况 更加严重 像福建 福建 四川 重庆 陕西等地方的 土地纠纷 骤起 打官司案例增加的 比如说福建这个建州 就是现在叫的建欧市的 有一个叫紫云市 这个寺院当时的 就是被当地的政府 给一些土豪 在给他抢夺以后 寺院的财产 已经就是失去了一半 失去了一半了 那么像重庆的这个大族 专门政府制定的 就是严格规定的 不得抢夺市院的 如果是抢夺市院 就要把它送到的 就是严格严惩 而且呢 把它的送到的 就是叫做边远地区去发配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在 市场被被侵占的严重局面 对佛教所造成的影响 晚明师大高僧的这个 偶一大师就指出的 元属市场 豪强占焉 夺而复之 理也的 就是原来我们的市场 现在被豪强给占了的 我们现在要去把它夺回来 这个是 就是说的 是应该的 是这样 但是呢 偶一是寄希望 遇见这个有利之人 和大工作组来保护市场 光大师愿 这个只是他的幻想 因为时间证明了 越往后 这种抢夺市场的活动 日以加剧 到了清代的时候 已经非常普及了的 那么清朝的建立 佛教政策 是 接续了明朝人 早期的清朝统治者 对佛教是实行保护的人 你比较顺治皇帝人 他专门就是 特地 他在建坟地的时候 专门强调了 园内的寺庙不用迁移了 而且朝廷对建事的规定 是非常严格 强调不得乱建寺院 也不得毁寺院 但是在民间 他仍然还是有 占用寺庙的人的 你比如说 在这个大清 大清这个律法当中 就规定了 生道 就生人和和道士 生道 将事关更田地的 如果是有人要占领的 这就是要强占这个的 而且甚至是 就是说这 强占寺院田地的人 这种人要发边缘冲金 田地应该还 因为还给这个原来的人 还给这个人 而且不光是这个占领人 要占了人家的人 你要边缘冲金 而且你的家长 或者你的就是 你的家长 或者是你的管理人 也要参与治罪 是这么一个 所以在这个清代以后 寺庙是出了很多的 增建了不少 但是并没有给社会 带来好处 而且这种伤农的情况 一直就是存在了 所以康熙50年的时候 特别专门下了一个圣旨 说建造寺庙 则占据百姓田炉 就是你建造寺院 你占据了百姓的田地 那建成之后 羽民又为生道日用 建成以后 然后老百姓呢 又被这个生人和道士 那个日用 被他们利用的 然后凑集银钱 购买平人田给予的 然后再生道的 又凑集银钱 在买这个田地 以至明天减少 这就是说明就是 寺院建市以后 占领了民田 所以说国家的这个 田地日益减少 且游民冲为生道 窝藏逃亡罪犯 形势不乏者甚多 死扰乱地方的 大无异于民生则也 所以有所各省都府及地方官 除原有寺庙外 其创建真修 永行尽止 也就是说康熙五十年时候 他专门的 就是下了这个 国家朝廷下了这个指令 就是严格的 这个严格这种建市院的 因为建市院一个是 国家的田地减少了 第二个 这个就是扰乱地方的 然后不义于民生 对 所以到了雍正以后 佛教管理 因为雍正以后 对佛教的管理日益放松了 杜碟的制度也取消了 朝廷对市院的监管 虽然有所有 虽然它是有所放松 但是仍然规定 你建寺庙 一定要许多官方同意 就是说你不能随便 要去建寺庙 那么清代佛教界的发展 清代佛教界内部的发展 也是乱象重生的 世俗化进一步加强 一些寺院荒废 田地无人耕种 比如说有人建议 把这个他收回归宫 那么雍正就按照明代的做法 将这个寺庙呢 归给大寺人 就由大的寺院 来接收这个寺院人 你比如说呢 这个唐山支县 赵呆 他回佛像坎树木的 朝廷将招待各职 然后将这个毁坏的寺庙修好 那么民间为了保护寺院的财产 主动请地方政府和乡生 共同建政 划定田地 这个红线 比如重庆这个大足 宝顶山为了保住寺院的 920亩土地 祝生 生人的 与这个乡 全乡的这个乡民在一起 专门立了一块叫做 耿古昭然碑 这块碑呢 里面就专门讲到了 就是说 要将这个 已经这个900多蒙土地 把它全部记录下来 见到这就是记录到这块碑里了 但是寺庙土地虽然有石碑来保障 但民间的侵犯 市场终不能止 你比如说在 也是在雍正年间的 也是在雍正年间的 浙江这个发生的 也就是各个寺庙 这个 各个寺庙之间发生争夺诗愿 有一个事或有一姓 三十星不等 以市场之多寡 彼此争夺的 那这么这些互相之间 这么多寺院 发生那么多纠纷 主要就是在土地方面 因为在清代以后 人口增加 土地确实是 受到了这个 所以在这个方面的 到了晚清时候 你看 我国 我国朝天下 往往有不法出损坏庙宇 庆占佛地争 甚多 寺院与土 社会人士争夺土地的 极增 另外呢 就是寺院里 除了土地之外 市场 还有就是 在这个 就是商业方面 你比如说的 一些寺院 不法奸商 一些寺院的 这个乡 对这个乡 这个卖乡 然后用这个 卖乡污染 这个环境 也引起政府的 这个重视 政府最后 最后政府下令的 要卖乡 必须要用白辣的 香 不能用这个 漆辣的香 白辣的香 就是没有那么大的烟 漆辣的 漆辣就是油漆的漆 漆辣做的这种 假的这种 乡族呢 是围染污染 很厉害 所以晚清 是中国这个 外患压境 内乱 无尽的时代 腐败的清政府 风雨飘摇 唯新变法的呼声士气 那么军机大城 洋务派领袖张之栋 主张对外开放 对内办学 培养人才 于是发表了一个 劝学篇 那我们都知道的 在清代 在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的 中国一直受到 就是这个挨打的 这么一个情况的 那当时很多人认为的 中国之所以挨打 就是因为的 就是因为这个 我们的国家的 这个科技不行 科技不行 科技不行 然后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发展科技 发展科技 是个好事的 但是发展科技需要钱 首先 你发展科技 你要教育 提高教育 要办学校 可是办学校 清政府 他没有那么多钱的 他没法办学校的 所以你办学校 你首先盖房子 对吧 你房子 从哪来呀 他没有钱 于是这个时候呢 张这个 这个就是 张志动呢 他作为这个洋务派的领袖 他写了一个劝详编 他认为 办学校是个好事 但是这个 要办学校 解决什么 解决房屋的 这个校舍从哪来 他觉得这个寺院 就是一个 很好的 办校校舍的地方 那为什么 就因为这个校舍 这个地方的 平常的 就是 你看 他是这么说 他 他说 可以佛道士改为之 经天下事官 何止数万 都都会百渔区 大县素食 小县食鱼 皆有田产 其物业 皆由布食而来 若改作学堂 则物与田产 其具 此也 权益而简易之策的 大算 每县之士官 取食之期 以改学堂 留食之三 以处生道 其改为学堂之田产 学堂用其期 生道 仁实其三 既其田产所值 奏民朝廷 家讲 生道不愿讲者 以讲其清主 以官职 则如此 这万学 这万学 可一朝而起 也就是说 就说 中国要 要发展 我们要做 要科技的 首先要办学 办学 办学呢 学校的 这个 这个寺院 寺院的房屋呢 是最好的 办学地点 所以 开始从明代的 这个争夺 这个土地 到了清代以后 晚清以后 就变为争夺 这个市场 就是 而争夺市场呢 主要是 寺院的这个财产 就是房子的 所以张之洞 他这个 他是洋务派的领袖 他主张中国 与世界接轨 要学习外国技术的 但是他没料到 由他兴起 这个妙产心学运动 他并没有 挽回儒家的 正心命运 佛教 在这场运动中 元气大伤了 但是另一方面 却促使了佛教 开始 自行的 妙产心学 从表面上 还是将寺院 改成学校 但是最终 结果是 生人失去了 安身立命的场所 佛教最后 终于消失了 所以 引起整个 佛教界的反对 那么 为了保护妙产 佛教界 自发的团结起来 与政府抗争了 就当时 在这个 清代的 这个时候呢 这个 佛教 一直受到的 各方面的 这个就是 越多 你比如说 在杭州 一些寺院的 由于要把他们的寺院 给收了的 改成这个 就是要把这些寺院 给抢过来的 没办法 这些寺院最后的 最后这些寺院呢 就是 投靠了日本 就日本的佛教界 把自己寺院变成了 日本的佛教寺院 因为在清代的时候 在晚清的时候 日本当时呢 就是外国 外国人的 这个 这个允许 允许这个 传教 所以外国的教堂 和这个寺院呢 它受到保护了 所以杭州 很多寺院就跑到 就成为日本的寺院 那这个 这种情况呢 最后引起了 这个中国和日本的 这种外交的纠纷 那就说 就说明寺院的财产 一直就受到了的 这个的就是 各个 各种力量的 这种 这种 就是各种力量的 这种寄予吧 大家都想在这方面的 就是分一杯羹的 那么 市场的问题的 市场的问题始终是 可以说在中国佛教历史上 它始终是勘验 佛教气势的 试经时 凡是市场 激增的时代 佛教就处于 上升的时期 只要市场 开始出现纠纷了 必然是佛教 开始遇到了麻烦 走向衰落的时候的 明末清除的市场 争夺运动 就充分 证明了这一点的 所以中国市场的变化的 是佛教界 综合因素发展的结果 说到底 它还是人的问题的 如果佛教界能保持上升的 朝气蓬勃的现象 不出现佛教堕落的情况 那寺院 就会受到社会的保护 生人就会得到 尊敬的市场 不会被人这个抢夺 丧失的 所以佛教界 于是为了保护市场的 那你不能仅仅是 光是这个就是 这个通过这个 就是这个 和政府协商 或者是依靠法律 同时你自己也要有人才 没有人才视频 而在清代明清以后 佛教界的最大的分野 就是寺院越来越衰败 越来越衰败的 人才没有 然后呢 你没有人才 佛教里边 甚至佛教界里边 实质的人也不多的 所以为了人才 佛教界就开始办佛学院 那么这一百年来 这佛学院 就是在反对 这个 这个 这个侵占市场 反对这个就是 越多市场 在这个背景下 佛教界开始培养人才的 培养人才 然后 开始办佛学院的 那么到了这个 我们现在办佛学院 是在这个八十年代以后 这个半生的八十年代 是佛教恢复的 或者我们叫做佛教开始恢复 或者叫做复兴 这个时候就培养人才 还跟过去不大一样 但是总体来说 我今天讲了这么多 什么意思 就是佛教这个财产 市场或者是庙产 在历史上 从印度佛教开始 到我们现在 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问题的 那么佛教的市场呢 应该来说的 从他能够发展下来 与佛教市场的 与佛教市场的 这个保存或者是发展 有很重要的联系 像不管是在威晋南北朝 还是唐代还是宋元的 佛教始终是 是这个就是属于 由于他有了 他由于有了自己的财产 那么他才能够 这个的一直不断的发展 比如说像印度佛教 由于他这个的寺院 他不从事生产 不从事生产以后的 他是靠化缘的 那么佛教最后就没了 可是在中国呢 佛教寺院的 自己养活自己 他们自己种地 自己有自己的财产 而且佛教寺院的财产 很大一部分是还可以 就是这还可以成为真值 你比如说的土地 他可以有的寺院 有些朝代 有的寺院他可以去买土地 他因为有钱呢 他可以去买土地 同时呢 还可以做生意 有的寺院可以放高利贷 在这个中国历史上 有的寺院是可以放高利贷 那像这些寺院 像这些商业手段 或者是说土地增值 购买土地 或者发展土地的 这些都是寺院市场的 最值得的这个就是 最值得的重视 或者是能保护寺院 能够一直留存下来的 这么一个情况的 如果没有这些寺院 如果不能增值 他不能的这个就是 扩大再生产 像这一类东西 那么我想 这个佛教就不会发展到现在 所以这个市场 你中国社会是不可脱节的 而且是联系的非常紧密的 在任何时候的 这个只要佛教存在 这个市场肯定是跟社会的 是在社会当中 属于社会当中的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 他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的 这就是我今天 基本上像大家 会报的就是 就这些情况吧 请大家批评指正 好 谢谢 感谢房老师今天精彩的演讲 刚好八点半 时间控制得非常好 对中国的市场跟佛教 是息息相关的 而且刚才老师也提到 人的问题 身材的培养 生人要在社会上得到尊敬 那个庙产也就不会被人家 倾夺了 所以人人红到非到红人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关键性问题 那么中国佛教市场 当然也发生了很多的问题 很多在经济上的成分上 因为市场太过庞大 所以也有学者这样的论辩 关于三五一中的灭佛 可能也跟经济有很直接的关系在 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市场 来自于到近代 刚才老师所演绎的 那个张之洞的妙产心血的 这样的问题 所以相对的 这个是一把刀的两面认 对我们来讲 好像是说佛教的市场 要被人家拿去了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佛教也才不会再沉溺 在自我的满足当中 所以就老师说的 这个佛教界就空前的团结了 我们就团结起来 所以这个是如同一把刀的两面认 所以就开启了我们所谓的近代的 像这个太虚大师的 这个教产教理教师的改革 乃至于这个 这个 半学 心血等等 办理这个佛教教育 OK 那么我们现在时间的关系 我们赶快 进入到这个问答缓解 我们请 对很多问题都出来了 黄老师 这个就要再把时间交还给您 请您来回答我们听众们 他们踊跃的提问吧 好 这个当今时代的市场 大概是什么情况 这个是 我想这个 现在的市场 跟过去的 一个是说就是 市场仍然是市业的财产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呢 现在的市场跟过去不大一样 过去的市场主要是依靠土地 比如说田租啊 收租啊什么 像商业啊什么的 那么现在 比如说我们现在大陆的 这个市场 它的主要构成 现在 那发展是 它土地不是主要的 它主要还是 依靠的就是 跟旅游结合在一起的 是这么一个情况的 通过旅游来发展 这个就是 叫做市院经济吧 我们现在还不能说 在市场叫做市院经济的 第二个 政治和市院之间的关系 其实政治和市院的关系 我觉得是 是这样理解吧 中国的 中国的僧人 早在这个 早在这个 一千多年前 就谈到了 就是这个人 这个佛教的离不开的 这个人 就是离不开政府的 对 是这样 当时道安 就就谈了这个问题 就是佛教市院离不开政府的 一定要跟政府 这个 把关系处理好的 那么现在市院跟政府 政府的关系 我觉得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叫做 爱国爱教 是就这么一个关系的 就是 是这个政府 市院 要接受政府的领导 同时呢 政府也尊重市院 他们关系应该是这样处理的 你现在指的这个社会 出家人出售市院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是 这个出售市院的情况 可能不是佛教界 所谓那个什么 愿意的 应该来讲 这种情况是 是属于的公司 公司庙 是这样的 还有这个古代的佛室内部 除了常住 还分皇 分皇分户的 这个是属于古代 这个就是禅宗的特点 就是丛林市院的 丛林市院在宋代以后 宋代以后 市院就分成了很多 像什么天台院 什么绿院 什么像各种院的 最多的时候 大概一个市面里边 有二十几个院 你比如像这个 在这个就是山东 远州有一个 龙兴市 它那里边有一块碑 那个碑里就记载了 当时那个市院 分成了二十四户 这个二十四户 这个房户就是说 主要就是指 就是 一个种派别 不同的市院 可能大概都住在里边 你比如有这个天台院 那就是天台中的 还有什么绿院 可能是绿中的 但他们都在一个 市院里边 这时候 但再往后发展的 这个房和户的 就是指寸院和下院的 像这个情况 你比如说少林市 少林市在清末的时候 他还有三十几房 这个三十几房 就是说他在各个地方的 下院都是叫做 叫做房 几房 第几房 第几房的 这个下边 请问当今国内 现在国内佛教的市场 现在是这个管理是 应该说是跟市场上 跟国家的管理是比较接轨 你比如市院的资金呢 它是除了市院 这个有严格的财务制度 还有省计 国家的省计要介入的 那么市院的财产的归属的 现在是这样 叫做是属于社会资产 它跟其他不一样 属于社会资产 那社会资产就是市院属于公共的 具有公共性的资产的 那么你由生人和居室 是化缘而来的市院 这个市院 如果是市院 它必须交给佛教界 是这样 你这个不交给佛教界 佛教界是不行的 我们国家这是严格的规定的 那么在市场 管理的方面 主要是现在就是 主要就是靠的是 你比如财政 市院的财产 它有市院里面 有自己的这个 就是管理制度 另外呢 国家也有这个专门 现在已经出台了 关于市院的 这个就是宗教 宗教财产方面的 一些 一些法规吧 那些法规也可以参考的 这个佛教在现时代 何去何从 我想第一个 佛教在现时代 何去何从 他 佛教应该他自己 何去何从 这个问题 我觉得 他按照他 我们应该说 现在的佛教 我自己认为 他还是有一个 很好的前景 他还是有一个 很好的前景 那么香港的佛教 是否正性 其实 严格说来 我觉得 现在的佛教 总于说 香港 台湾 澳门 包括大陆的佛教 只要是佛教界的 一般还是 都是属于 正性的佛教的 如果说你说的 那个 不正性 我不知道是指的什么 那个 我所接触的 香港的佛教界 我觉得他们还是 还是在信仰方面 还是很正性的 民青时代的 这个 生官 生路师 是否参与了 政府对佛教 市场 对 政府是 对佛教的市场 是严格管理的 我刚才已经讲到了的 尤其是对土地的控制 非常严格的 所以政府对佛教 市场的管理 是很明显的 民国时期 政府对市院的征税 对 民国时期政府 是对市院进行征税的 当时 最大的问题在哪 就是政府提出来征税以后 要求就是说 每个市院 就是都要交税 那么当时 这个 很多佛教界的市院提出 不满意 不同意的 他说你征税可以 你说我这个市院 一年收入就是10万块钱 你要征5万块钱的税 那么有的市院 一年他要收入 1000万 你也叫做征5万的税 说你这个是不合理的 所以当时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有很大的 就是很多市院 有意见就是在这里 就是说你政府 你这个征税的指标 是不对的 但是政府对市院征税 这个是存在的 这个问题的 这个你这个关于民初 这个政府市院征税 专门有这个 我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可以参考一下 你可以看看的 妙产被争夺 如何才能春霸作斗争的 那这个就是 第一个你这个妙产争夺 如果是你是国家 国家的这个就是 批准的市院这个 这个妙产呢 国家是保护你的的 那保护你的 你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去 跟他把这个 把你的这个妙产要回来了 如果不是 不是国家批准的 那就很难说了的 这个 杜叠制度对佛教发展的作用 是利益为主 还是 这个看在什么时期呢 有的时期是 杜叠制度是 对佛教发展是 它是起一个的调节的作用的 这样可以把这个良的 优良的人留下来 把这个 不行的人给淘汰出去的 其实是杜叠作用的 当时出现的是 它是取得这个作用的 但是后来它变化了 变化了 变成成为金钱的东西以后 被金钱所 所买卖的时候 这个杜叠制度的这个作用 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说的是 它变成了利益为主的时候 那就应该是 采取另一种手段了 早期的杜叠制度 主要是为了 就是 把这个优秀的人才 把这个不好的人才给淘汰出去 是起的这么一个作用的 改成社区 这个东西是这样 在加进的时候 它可能它这个 加进时代 这个明代的时候 将广州的佛教诗院 改成社学诗院 那个是受了书院的影响 它而不是跟妙产新学的问题 不是有没有很大的 这个主要是受了书院的影响 是儒家的这个影响的 是这样的 妙产新学是 在后来是 刚才讲的是把妙产改成学校 那么改成这种学校的 你这个社学书院是 书院是在当时明代的时候 宋元 宋代以后 特别是明代以后 这个书院都是很普遍的 儒家的书院的 这个呢 属于就是应该是 儒家的书院 儒家 这个占领了这个佛家的地盘吧 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行为对万民寺院经济的影响 对寺院经济的影响肯定 肯定有影响啊 你想一想看的 因为寺院呢 寺院如果是变成了学校 他就没有香火了 这个呢 是这样的 马来西亚 这个佛教与校道结合的在宋代以后就 这个就有了 而且是当时那个契松和尚的 契松和尚的 他专门就在这个 就是把佛教的这个武藏 把这个儒家的武藏和佛教的武戒 这个的弄在一起的 比如弄在一起 然后呢 特地讲了这个校 校是佛教的大戒 是最大的戒 这是在宋代时候 已经有这个意思了 所以他这个 这个 不是符合戒律 但是他是符合中国人的 这种想法 对 那么在宋代时候 既然这把佛教 把这个校道看成是最大的戒 所以也可以认为 他是符合戒律 但你这个戒律 就是不是说 就是印度佛教那个戒律 改开以来 中国佛教 这个佛教经济的来源比 也不能说大大的缩减 因为它不一样 你比如说 中国佛教 这1949年前 佛教寺院的数量 是很多的 现在的数量是 比过去相差很多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着 现在的寺院的规模 已经超出了 那个1949年前的那些寺院的规模 对 你这种大寺院 就我们现在讲到的这种大寺院 在过去 没有很多的 虽然有很多大寺院 但是那些寺院 在这个历史上 逐渐逐渐都在缩小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 建的寺院一个比一个大 我想这大家肯定都有 都是有目共睹的 那么另外 现在的寺院并不是靠香火钱 这个门票钱 有很大一部分 是这个的 另外还有 这个就是佛教里面的 这个就是 叫做什么 那个比如说 办的这个 吃饭的这个 饭馆啊 像这一类的东西 以及香火钱也是一部分的 所以说呢 这个经济来源 跟过去来比的话呢 实际上是 应该来讲还是差不多 但是呢 就是这个 寺院的规模 就是数量可能比过去少了 少了多了 但是它的规模 应该是每个寺院的大的规模 大寺院 而且它在旅游方面 所创造的这个经济 已经 我觉得是应该超过了 过去那个当地方的 那个那种寺院的 那种经济模式 佛教今后经济稳定的发展 我觉得佛教今后经济的 看怎么说的 这么说吧 反正新云大师说的 有佛法就有办法的 佛教以后它肯定会发展 它要发展的前提 就是佛教经济 如果经济没有发展 佛教还发展什么呀 对吧 当今社会佛教要与现代社会 相适应 不是把佛教原有的色彩 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说 当代佛教要发展 要保持佛教 就保持佛教我们讲的法印 就佛教里面的这个根本的东西 是佛教几个法印 比如三法印 这是佛教最根本的东西 释迦牟尼说的 是把这些东西要保留下来 而不是你这个佛教原有的色彩 这个原有的色彩 我就不知道 你说是那个什么的 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 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话 要保持佛教的 它的这个根本精神 然后再跟现代社会相适应 我自己觉得是应该是这样的 晚清和民国藏传佛教 是妙惨清学运动 我刚才谈到那个张之洞 那个就是晚清 那个庙产新学 第一次庙产新学的 第一次庙产新学 当时就是很多地方政府 就已经把一些庙 一些小庙 就可以改成了 那个给收了的 他不一定是作为学校 他是利用这个庙产新学的运动 把你这个这个寺庙 等于给你灭掉了 是这个意思的 所以庙产新学的 好像我们现在一讲 就是庙产用庙产办学 庙产办学是一部分的 因为还有一些寺庙 是并没有办学 他也给他弄掉了 那么民国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是另外一个体系 他应该来讲 因为藏传佛教在民国期间 他是他是那个就是正教一体化的人 所以他跟庙产新学的这个运动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他是另外一个体系的人 你说他跟汉传佛教 有不一样的命运 这个是 但是世俗化影响的程度 因为这个在当时那个西藏 西藏那个情况的 他是正教一体 所以说他的佛教 基本上还是属于比较落后的 这么一个情况的 汉传佛寺和藏传佛寺市场 和藏传佛寺市场 最大的普通在哪 我觉得最大的普通的应该就是说 汉传佛教寺院都是 就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我们讲的那个清规里边的 就是他自己靠 依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的 但是藏传佛教还不是这样的 藏传佛教还是 主要还是靠的 他是跟印度那个传统 有很大的去那个一点 就是他还是靠 主要是靠你这个就是靠布施吧 靠布施来的 你比如说到现在为止 一些你要到寺院 到藏传佛寺院去学习 去居住的时候 有很多就是自己要背粮食去的 你不背粮食去是不行的 但是汉传佛寺院不是这样 不是这个情况的 所以汉传佛寺院跟藏传佛寺院 在过去不同地方 就是汉传佛寺院 就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他不是完全 他不是完全靠这个布施 而这个 圣是佛乱是道 所以网络出现这种 就是你所说 那先说这个网络 网络这个情况 我觉得是 这个圣是佛乱是道 这个情况的 其实就是我们 我们关键是要把正确的知识 正确的知识 你正确的那个看法 告诉大家的 有些很多人对这种 佛教的这种正识 佛教的这种正确的知识 还没有掌握的 然后凭着自己的理解 那就可能会出现的 所以还得先了解一下 佛教方面的正确知识的 佛教要发展经济 又要去商业化 请问佛教 佛教的商业化 我们政府强调的商业化 是借佛练才的 是一些公司庙啊 什么像这一类的东西 叫做商业化的 那么佛教他要 他要发展 起码佛教出家人 要吃寺院 要维修 这些他是 他必须要有钱吧 所以他要做经济的 那像这一部分呢 他是应该是 要继续发展的 那么要去掉商业化 就是不要去借佛练才 我觉得就行了 这就是佛教发展经济 这就是佛教发展经济 就可以走上走上一个比较正规的一个 一个渠道吧 南北朝佛教的这个 这一部分资料 应该说也不多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的 因为佛教当时进来的时候 在南北朝时期的 我们都知道学佛的都知道是南朝中义里 北朝 北朝是重实践的 所以在记载的这些东西都是围绕这两个 围绕着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这个 这两个理念而做的研究着 那么关于寺院和生团管理的 寺院是有 南北朝是寺院的寺院 你比如说洛阳提兰记 这个就写得非常详细的 这北朝的寺院 这个是有的 但是生团的管理 只能在高僧传里边 有一些资料 但是呢 我们要去把它找出来 再加以研究着 现在的寺院收入 可以 现在寺院收入是由寺院决定支出 但是呢 寺院要支出的话 它必须要有计划 而不是说 想一出是一出 它毕竟每年 比如明年我要做什么 要需要多少钱 像这些东西 它得要有一个计划性的 没有 不可能是想到哪 做到哪 这是不可能的 现在的寺院管理 这个计划性是很重要的 而不像过去就是说 我想修个什么 突然的 现在是不行 我觉得现在的寺院 首先你得要有一个计划性 你有个计划性 你才有合理性的这种 这种就是 这合理性的这种支出的 你没有这种计划性的 你没法去保证你这个 你所要做的是这个钱呢 能够的就是 及时到位 或者是保持它的后续 后续性的 这个寺院当然有严格点的 就佛教 这个是在佛教里面 已经是很 就是有它的严格定义 就是 就是 不是出家人住的地方 你说在旅游点 那个没有生人出售相复 那个 那个是旅游点 那个不是叫寺院 如果说没有在景点 景点那个它不叫寺院 它是景点 那是只是以寺院的 这个 像是个寺院的名文 因为寺院必须是 国家批准的宗教活动点 才是寺院 如果不是宗教活动点 它不是寺院 它只是一个景点 人间佛教的提倡 和汉藏佛教 是这样 台湾的人间佛教做得很好 台湾对佛教的市场 它的这个就是管理的 也不错的 这个 人间 佛教 我今天一直在谈到就是 这个市场 佛教的市场的 是佛教保持 这个佛教发展的 这个基础的 离不开市场的 那么台湾的人间佛教 也是这样 这个新云法师 我记得他 曾经专门讲过的 这个就是说 不在于市场的 不在于这个就是 你这个对市场的 这个 你对市场的 这个问题的看法是 重要的是在市场的使用 你比如你这个市场 你这个台湾经济 就是你把这个市场拿来 自己享受了 这个是不行的 但是你把这个市场 那市场拿来着 做了慈善 或者对社会有好处 这个市场当然可以 中国中国的市院 目前管理海外的 这个市场归属 这个好像的 现在有这个 就是中国派人出去 管理这个市院 但是这个市院 是不是归于 归于这个 就中国的这个 中国的主庭市院 我觉得这个可能 还要 还要看一看的 一个是当地 当地同不同意 第二个在这边 这边愿不愿意 是两个 两方面的情况 你以为外边 外边那个市院 他愿意投靠到 中国来着 那中国愿不愿意 接受他的 或者是 中国想把它 接受过来 外边愿不愿意 跟着中国的市院的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 一个是双方的问题 第二还有个 法律的问题的 就是有些法律 他同不同意这个 就是你这个市院 要着有外人 跟着其他的 其他国家的市院 发生关系 或者是 同不同意 由其他的 由其他国家 派人来管理这个市院 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有 有个法律问题 这个不是属于 就是这个 这个佛教的问题 是法律 更重要的是 法律问题的 要跟当地的法律 相结合才行的 北京有佛教遗址 恐怕不是三千多处 三百多处 在这个就是 1950年的时候 国家这个佛 北京的佛教遗址 大概是有 有那么的 可能差不多的 以前来说 但是 离址的这些佛教遗址 有很多的 现在一个是已经没有了 第二个人 就是很多 他已经变了性质的 不在生人手中的 如果说 我觉得他如果是 手续齐全的 当然可以回到佛教界 但是很多是 只是就是说 有个地名 或者是有个什么的 而已的 那些 那些遗址都不在了 而且这个城市的变化 已经非常大了 我觉得 再回到佛教界 手中也没有多大意义 雍和公的门票 如何分配的 这个恐怕就是 要要那个 因为这个是我今天 专门在前面专门讲了 这 是做佛教研究里面 寺院经济 这个是 不是 资料是最少的 特别是关于寺院的账目 或者是寺院的支出 这个这些东西 在过去古代到现在 我们 见到的真的是很不多 和是不多的人 只是有的时候会从 你比如说 某一块碑上 你可以见到 我曾经见到云南有一个庙 他有一块碑 讲到清代 他那个寺院 被火烧了 烧了以后 那个 那个 就是 法师们怎么去重新化缘 他花了 比如说花了 一千块钱 然后自己还存了 存款还有五百块 然后呢 用这一千五百块钱 重新把寺院修复了 有这种情况介绍的 但你说这种门票的 如何分配 我觉得 这个人 恐怕 应该是他们内部的事情 我们不大会知道 那 我觉得 这个 既然是乡村寺院 那乡村 寺院 人家那些村民 会拿这个佛教的这些 这些 这些理论来责问 责问寺院的 那就说明你们 这个还要进一步的去 给他们做工作的 让他们知道更多的 就是正确的知识嘛 对不对 应该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 你现在去 因为 他们是他们说的那些东西是 实际上是拿 拿佛教的知识来 来那个什么 你们应该是 从这个角度把正确的知识 告诉他们的 国内实施寺院 财务监督管理办法 我觉得这个办法挺好的 因为这个 寺院就是因为 其实很多寺院经济 就是因为它不透明的 很多人都觉得佛教非常有钱的 就给人一个印象的 如果透明了以后 你到底有没有钱 你的钱 花在哪些地方 一目了然了 我觉得这个是佛教的一个进步的 我是这样看待的 民心以前 这个中国民心以前 你说从贫富不均的社会正义问题 也有出这方面 看到那个就是 有这方面的议论 而且在佛教的 这一些生人的注册当中 有这个 有关 有关于这方面的 一些 一些讨论吧 或者说一些 一些人 对这个就是 看不惯这种 就是 这种社会问题 有这方面的议论 四大名山的影响力 在历史上有多大 四大名山的影响力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四大名山 最最终形成是在清代的时候 而且四大名山里边的 早 早期的四大名山 在明代的时候 四大名山是 这个 五台山 峨眉山 普陀山 这三个是 没问题的 就是第四个山的 第四个山在明代的时候 那个在明初期的时候 第四个山是 伏牛山的 但是到了清代的时候 就成为这个 就是九华山的 而四大名山的影响力 它在历史上 它主要是跟大神佛教的信仰 就联系在一起 因为这个 在中国佛教里边 除了释迦牟尼佛的信仰 其实就是菩萨信仰 而且有的时候 菩萨信仰 可能甚至超过了佛信仰 你比如说这个观音信仰 它是超过了佛信仰 所以说四大名山的影响力 它之所以能够历史有很大 就是因为它那个菩萨信仰 而这个菩萨信仰 恰恰是跟这个 社会上老百姓的 这种诉求 这种伦理的诉求 是比较结合的 所以说它的影响力 是很大的 历史上的这个市场 我刚才讲了 现在没有找不到这种资料 就是关于历史上 这个只是说 比如说朝廷说了 在元代的时候 朝廷说你这个寺庙 你要交税 但是你要交税这个税 具体这个税是交了多大的比例 什么 这个是没有没有见到过的 关于这种情况的 好黄老师时间差不多了 那好吧 我就把这几个 这个这几个问题 讲完就完了 好 这个梁武帝时候 那个说的一亿元的 这个很难换算 为什么很难换算 因为就是我们换算的 这个基础是什么的 你比如说你是拿这个 粮食来换 你还是拿天然气换 还是拿石油换的 所以这个梁武帝时期 用一个亿里 他那个一亿元的那个钱 就要看他当时市场上的米 是多少钱一斤的 然后我们才能拿这个米价 去来算他那个当时 那个一亿元 是能买多少米 能买多少米 能够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的 是这么一个概念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 当时的那个 当时的那个钱是怎么花的 对 现在的所有的佛学院的 有这种专中学院的不多的 其实台湾 我觉得有很多专中学院 大陆就应该提倡这种专中学院的 你办这个禅中学院是属于专中学院的 当然你如果全部围绕着禅修的 也不会也不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好的想法的 我觉得的 但是像你后边什么社工企业 医学专业 什么临床心理学 这些东西呢 是跟你跟现代社会是相接轨的 就你怎么把这些过去的 古代的和现代的 把它是好好筹划一下的 你现在办的这个专业太多了 这个太多了 而且你没有那么多师资的 而且你现在找到的师资也 也讲不了这么多的 这个 佛教市场被侵夺的 其实我觉得的 这个问题怎么说的 你说佛教本身没出现堕落的 这是不 佛教 佛教是受害者 但是受害者的原因在哪 受害者的原因就是你 你太弱了 对吧 你太弱的原因就是你没有人才 你就像在隋唐 在南北朝时期 他佛教有人才 他就不存在这个受害者的 这个情况了 是这个意思的 试院资产 当然要属于试院管理的 政府是指导的 这个是政府的文件里边 政府的这个指令当中也写得很明白了 因为现在这个佛教的一个排位多少钱 一个超度多少钱 这个不是说现在就是 在过去古代 从明代以后都是这个情况 我刚才已经介绍了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 你要说它是不如法 它是过去不如法 好了最后一个就是当今市场的政治意义 这个 我觉得当今市场的政治意义 怎么说呢 就是 也就是说佛教的财产 佛教的财产 或者说佛教的市场 他能够为国家做出多大的贡献 这个是很重要 他的政治意义 我觉得就是在这儿的 他能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 这个人 而不是说佛教的市场 这佛教的市场是自己享受 他如果能够对国家 和对社会做出贡献 这个他的政治意义就非常大了 佛学院高校研究所 佛学院跟高校研究所当然是不同 因为佛学院 你们这个佛学院要办的 它不等于这个就是研究所 首先佛学院它是有信仰的 研究所的不一定要有信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所以说佛学院也走学术 高校研究所也在走学术 但是两个人 两个学习之间是不同的 佛学院里面要讲究 要讲究这个就是有修 有修有学的 你要有修行的 但研究所他不一定要有修行的 他关键是有学 关键是在有学的 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 高级佛学人才的认定的 就是现在来主要就是 看你有没有学问的 但是有没有学问 你必须要有修行的 如果从佛学院的角度来讲 你关键学问没有修行 那个佛学院也是 也是比较 也是那什么 在佛学院开来也是成问题的 我觉得是这个是这样认识的 这个人间佛教 这个汉传佛教市场 台湾人间佛教 我已经讲了的 这个是新云法师 新云法师不是说了吗 这个关键是市场的问题 就是不是说你赚钱的问题 关键是说市场是怎么用的问题的 对社会 对对社会有用 你把这个钱用在社会上 这个市场 这个就应该是鼓励的 这个 山里的佛教师院应该发展 如何发展 我觉得这个 你指的这个 山里的佛教 就是应该是山林寺院的 那么山林寺院 它就是有两个特点 现在看 按照现在的社会来讲的 山林寺院 一个山林寺院就是 它应该是在 现在所有的山林寺院里面 比较有影响 都是都是旅游寺院 名山寺院 所以它是 又是在旅游 它发展的方向是旅游人 第二在过去古代 山林寺院 山林寺院是出祖师的寺院 我们看到的什么少林寺啊 什么这些寺院 都是出祖师的寺院 所以现在的山林寺院 佛教寺院 还应该保持这个特点 应该的培养一批祖师出来的 好吧 那你看怎么样 陈老师 谢谢黄老师 辛苦黄老师了 黄老师一直 很辛苦的 而且自无不远 言无不打的 在回答我们观众的问题 那问题很多了 那我想 事后也可以再继续的交流 那么市产 中国的市产 其实千丝万缕 尤其刚才也有提到商业跟商业化的问题 我刚才 我记得以前黄老师曾经讲过 在一个研讨会上还是 私底下我跟他交谈 其实佛教是不可能避免商业 而且任何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 任何的团体都不可能避免商业的形态 但是我们不可以把佛教商业化 刚才黄老师说 我们不可以借佛炼财 这个就是把它商业化了 那么这个就是不被允许 那么佛教当然也可以有尽财 那么这个慈善的 像在讲座也有讲到 包括我们那个海报的制作上面都有讲 黄老师有提到 市院的这些慈善也是 透过僧人 他的不管是早期的脱坡 还是现在我们始方丛林 所僧人所努力而获得的这个供养 而转换为尽财 而杜众本身也就是要尽财 那么尽财 像新云大师所说的 金钱不是毒舍 可以转换成为尽财 作为我们慈善功德 利益众生的一个资粮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 佛教的一个商业 或是说佛教的金钱问题 其实归咎到最后 应该是僧人的自己品质 品格的问题 刚才最后黄老师也有提到这一点 那刚才也有人提问到说 那如果是妙产心血的话 这样子的话 因为就是所谓的归咎受害者 因为我们自己生人 没有好好努力 的确是的 因为其实可能演讲的时间不够长 因为如果要去重述 当时那段时代的问题的话 的确好比像当代的高僧 从明末开始就开始 这个四大高僧 包括近代的像太虚大师 阴光大师等等 他们都自己是出家人 而且骂出家人骂得很严重 比如生人猥琐不堪 然后这个亚洋生 不赌输乃吃饭戒等等 靠佛吃饭 很多很多的 包括洋人山居士等等这些 这个太很多很多材料 大家一稍微爬输就知道 那么这个也就不能够说归咎受害者 因为自己不长 没有志向 那所以这个就如同归结到刚才 黄老师所讲的 我最主要强调这一点 就是说即使人才的培养 还是最重要的 我们自己佛教 自己内部有人的话 有身材的话 那么不但在弘法力身上面 可以有大所作为 而且也不怕他人来欺凌 我想最主要的重点还是在这里 那么今天很感谢 因为时间的关系 真的很感谢黄老师 跟我们这么很清楚的犀礼下来 从原始佛教对于财产的问题 那包括我们唐代 宋代 元代 乃至于明清 到近代的妙产兴许 那所以整个的市场 对于我们佛教来讲的话 它是这个 这个非常这个 所谓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有佛寺就会有市场 那么怎么样去经营这些市场 我是觉得还是要有一个相对的管理 像刚才黄老师所讲到 历代以来的政府也都是有对于一些政策的 这个这个是实施了 现在台湾也是在讲关于 这一次刚才的同仁 这个我们的观众也一直在问说 那个那个要管理寺院的经济问题 目前大陆已经呢 已经有出台 这个其实在台湾 也是几年前 也是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必须要大家有共识 那政府的一个相对的监督 这是必要的 这个肯定是必要的 那当然要监督到怎么样的方式 要怎么样去彼此之间 有一个和谐的一种方式 包括市院的这些财务 要怎么样公开等等 这个都必须要讨论 那这样子整个才能够健全的发展 好 那么我们今天真的很感谢黄老师 给我们做这么精彩的讲演 不知道黄老师 你还有没有在给我们讲两三句话 做最后的交代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然后呢 给我了给了也感谢陈老师 给了我一个机会了 让我向大家汇报一下 那讲的不好的地方 请大家原谅 因为有很多我的文章里有很多是原始资料 我没法把它那个讲出来 要通俗的讲出来吧 也很费劲 第二个呢 我要照到原文去念那些原始的那种古代的古代汉语 恐怕大家也听不清楚的 所以时间又在这里 我不得不就是要掐着时间来讲 把一些主要的观点和这个思路 讲给大家听的 那么希望呢 就大家以后可以关注这个问题 如果是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或者想跟我联系的 也可以就是跟我私下跟我联系的 我尽可能的回答你们的问题 就谢谢大家参与的 感谢这个香港中文大学 人间佛教研究中心 感谢陈老师 感谢大家的 谢谢 好谢谢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的讲座就到此为止 那么非常感谢黄老师 我们再次的感恩 黄老师给我们做这样精彩的讲演 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这个主持人Evonne 那我们谢谢黄老师 黄老师我们可以休息了 OK 谢谢 好 谢谢 好 现在预告五六月份的讲座 那精彩继续 包括五月接下来的两场 18号的构建企业家精神 探索宗教的影响机制 25号的当代佛教组织 管理中的蓝海策略 以佛光山教团和法生寺教团为例 六月份则有一系列的 艺术人生生命管理 人间佛教管理文化系列讲座 欢迎大家到时候继续参与 那今晚感谢黄夏年教授精彩丰盛的演讲 谢谢陈教授的点评和观众踊跃的参与 讲座就此圆满 多谢大家 祝各位华喜充满晚安 自 España 三国全 stud坐 thirteen 五月 作词 范珍 多谢 五 刀 佛